歡迎光臨 好 有時候 這真的是要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 做太多的方法 沒有做過方 覺得你這樣很驕傲 妳會有這種狀況嗎 會啊 長輩的話 真的不能相信 OK 今天的結論是長輩的話 不能相信 第一次去長輩家做客 去男朋友家做客 你不洗碗 對方會覺得說是怎樣 你現在就是來家裡 就是當 千金小姐 對 千金小姐嗎 而且是我們煮給你吃 你應該就是要幫忙洗碗 我又沒有叫你煮 那其實我覺得如果是我 我都會主動去洗碗 因為我覺得長輩這麼辛苦 煮了一桌的菜給我吃 那我就是要去洗碗 就像我現在回去娘家 我媽煮一桌菜給我吃 我也是會主動去洗碗 那娘家不一樣 那有時候幫媽媽分憂結勞 可是到到長輩 就是對方 就夫家那邊 還沒有結婚 你去 只是女朋友去到那裡 然後一桌 那整個水槽都說 還是要洗啊這樣子 因為他們都會去觀察細節 對 因為你還沒有結婚之前 其實不管是男方女方 他們都會從一些小動作去看起 所以如果你沒有做這些動作 你就這樣翹著腳 在那個客廳這樣滑手機 那不得了了 你怎麼知道南方 都從小地方在看 因為他們家 我們家道遠哥 他們家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不做 如果他們真的會很客氣的 跟你講說 你不要洗啦 你去那邊休息就好 但如果你真的去那邊休息 他們事後就會說 這個女生真的很不懂事 很不貼心 怎麼連個碗都不洗 我們煮了一桌菜給他吃 他還連個碗都不洗 也不幫忙收拾 你看這就有話講了吧 那如果你有去做 那為什麼他要你洗 為什麼他要叫你去那邊休息 你覺得 就是長輩 不能相信啊 就是他們 他們那邊有 長輩講的話都是很客套的 因為他們要有那種主人的樣式 可是當主人講了這句話 你要自己知道說 這句話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其實是希望 你有去做這件事情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做 那你可能會 一輩子會被記住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是得要去洗 就是幫自己維持一個形象 因為最主要是長輩 他會比較 對 如果他沒有比較 就不會有傷害 據說你連懷孕的時候 你都還要進廚房去 沒錯 因為我其實不是只有洗碗而已 我在還沒有結婚之前 我就是都會跟著阿嬤 一起在廚房煮菜 我是一個連蔥薑蒜 都分不清楚的人 可是我覺得 要抓住男人的心 老公的胃 抓住他們的心 就要先抓住他們的胃 因為像道遠就很重視 你分不清楚 你阿嬤 怎麼要這樣 政府怎麼做 不是因為他們家 就是很希望可以吃到家常菜 因為道遠就有跟我講說 阿嬤就是從小 從他小時候 就是幾乎每天都會煮飯 給他們全家人吃 那我就知道說 道遠跟阿公 他們家都是喜歡吃家常菜 那我就覺得 光洗碗是不夠的 你還要去學煮菜 但我以前在家裡 就是一個 就是小公主 爸爸媽媽都把我呵護得很好 我就不需要煮 但是到他們家 我即使不會煮菜 我還是會跟著阿嬤進去廚房 然後站在他旁邊這樣子看 如果你沒有這個動作 如果你只是坐在客廳 阿公就會不爽了 你就要看臉色 真的是要看臉色 如果不好好看 站在旁邊看 對 而且那時候我懷孕 因為我那時候 就是剛開始學煮飯 然後我就這樣子看看 然後後來懷孕之後 我聞到油煙味 聞到魚 還是肉的那種味道 我會想吐 而且我不是只有想吐而已 我還頭暈 我會整個人就是很像那個 就是一直在旋轉 然後前面都是黑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阿嬤說 我就說阿嬤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都聞到油煙味 我就站不住 我會頭暈想吐 阿嬤就跟我講說 沒有關係 你去沙發坐著去休息 那因為阿嬤也是過來人 他也知道懷孕的那個 不舒服的這一些症狀 那我就想說 我真的很不舒服 阿嬤也這樣子講 阿嬤也沒有要 因為阿嬤是煮飯的人 阿嬤都沒有要求 我站在那邊跟他煮飯了 我就真的去那邊坐著休息 結果阿公從房間出來 看到我坐在那邊休息 然後他又去廚房 看了一下阿嬤 他看到阿嬤在那邊煮飯 然後又看了我一下 真的我就坐在那邊 阿公就不爽了 阿公就對著我說 你憑什麼坐在這裡 你憑什麼坐在這裡 休息 讓我媽媽煮菜給你吃 我那時候就整個嚇到 我想說 我是懷你們家的真孫 那我也是因為懷孕的不舒服 我才去那邊休息 懷你們家的真孫 我也不是說我沒懷孕 然後很舒服的狀態 坐在那邊 還要找藉口 還要推脫裡面的嬰兒 不是 真的很不舒服 才去那邊休息 我如果沒有不舒服 我覺得會跟著阿嬤去廚房 學煮飯 就是因為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他平常很乖 可是他一件事情做錯 就會有問題 對 這是真的 真的 你有給他們洗衣服嗎 衣服就是我一個人洗的 因為 他們的衣服都洗 對 因為對他們來講 太厚了 用洗衣機 阿公什麼事 要把衣服倒進去洗衣機 然後還要捏 對他們來講 對阿公來說 信領的是自家人 不信領的不是自家人 所以全家大大小小的家事 就是我要去做 即使道遠想要幫我把衣服洗藍 全家人的衣服提去那個洗衣機 因為全家人衣服很重 然後洗衣機又在阿公 他們房間外面的陽台 所以一定要經過阿公的房間 阿公就會知道說 衣服是誰拿去洗的 道遠只是幫我提過去 倒進去那個洗衣機而已 就不行了 為什麼 這樣為什麼不行 他就被阿公罵說 你現在是怎樣 你現在是暴露是不是 你現在要帶母之後 你就是聽母的 什麼都幫母做 那事情是你母要做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委屈 我就覺得說 天啊 這是我們全家人的衣服 那我老公幫我把洗衣籃拿去 丟在 倒在洗衣機裡面而已 幫我分擔 對 對 那這樣子有有錯嗎 然後就這樣子就居然 我被罵說是暴露 就是我就是好像一直在 叫我老公做洗衣 阿公 我跟你說道遠還洗 他太太的內褲 沒有啦 沒有 阿公沒有 我自己洗了 對 所以就是 其實他們家的 阿公知道會怎樣 阿公知道就生氣 他就是知道說 家事是他做 是道遠幫我做 他就會生氣 所以後來我跟道遠就是有一個默契 趁阿公睡著了 我們就要捏手捏腳 然後把衣服拿去洗衣機倒 或者是趁阿公出去散步 就是散步啊 或者上課的時候 他會幫我倒衣服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你們也想說 阿公真的睡覺 然後眼睛這樣 我們會一直碰鏢啊 因為他是 因為阿公的那個 老人身邊很淺 你要小心 沒有 好險阿公有點重聽 所以如果我們要過去的時候 先看一下阿公那個耳朵上有沒有 帶助聽器 這個看起來你也是辛苦了 那你說你這個老大生 一歲的時候 你這個有去抱小孩 惹火的人是什麼意思 惹火阿公 因為我覺得不一樣的立場 很像沒寫寫阿公 對啊 我跟他大魔王 阿公你還是一樣看這一集 壓力有點大 就是其實不一樣的立場 然後角度不一樣 常常會讓人與人之間 造成一些誤會 因為那次是 就是兒子大概一歲左右 那其實小孩子 在一定的階段的時候 會很歡 他就會一直哭鬧之類的 然後那一次就是兒子 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 我有點忘了 為了什麼事情 在那邊生氣 在那邊耍脾氣 然後阿公就把他抱起來 抱起來在那邊哄 但是因為小孩 基本上二十四小時 都是我帶的 所以我哄才有效 阿公哄沒有效 阿公平常就是鬥鬥小孩而已 他從來沒有哄過孩子 只是說他因為看到孩子 哭成這樣 他就把他抱起來 但其實你知道 身為家庭 主婦身為媽媽 有時候照顧小孩 整理 打理家裡的時候 打理到一定的階段 你會有一點歇斯滴滴的崩潰 你就會覺得說 事情就已經做不完了 我等一下還要趕著煮飯 然後為什麼小孩 還要這樣子哭鬧 然後我還要去哄小孩 然後沒有人可以幫我 你就會很生氣 然後會有一個情緒在 那當下阿公就是在 想要想盡辦法 想要幫我哄小孩 但是小孩還是一樣哭鬧 但其實阿公是一個很討厭 小孩哭鬧的人 他會覺得好吵 這個家好吵 所以我們要想盡辦法 就是讓小孩的情緒 趕快降下來 抗蕩下來 不要讓他一直哭鬧 影響到阿公的情緒 所以那個時候 我的想法就是 我趕快把小孩抱過來 然後把他抱去房間 哄他 安撫他 讓他不要再哭了 不要讓阿公心情不好 所以我就趕快走到阿公面前 然後把小孩抱過來 然後我就進去房間了 結果阿公就不爽了 然後我不知道 我這樣子的行為不爽 而是事後阿嬤跟我婆婆 就跟我講說 你剛剛是怎麼了 你怎麼會從阿公的手上 把小孩搶過去 我說我沒有搶 我只是把他抱走 因為我怕他的哭鬧 會讓阿公心情很不爽 所以我趕快把小孩抱進去房間 我沒有搶小孩 但是對阿公來說 他覺得我這樣子 從手中這樣子抱過來 就是在跟他搶小孩 因為他已經在哄小孩了 所以阿公就很不爽 然後我婆婆跟我 阿嬤就是跟我講說 可是阿公現在很不高興 你趕快去跟他說對不起 去跟他道歉 我就一直哭 一直哭 我就說 我只是希望我的小孩 可以趕快安撫下來 不要影響阿公的心情 為什麼我做錯了什麼 我要去跟阿公說 對不起三個字 我為什麼要去道歉 媽媽不可能用搶的 對啊 自己的小孩 然後自己在家裡面 為什麼要用搶的 我知道阿公是 想要幫我安撫小孩 可是問題是 小孩在他手上 就是一直哭鬧 那你為了不要讓孩子哭鬧 你是不是要趕快去安撫他 所以你沒有跟他講話 你有道歉嗎 沒有 我沒有跟阿公說 因為阿公知道 他已經在哭鬧 因為阿公重聽 他也不是聽得很清楚 因為其實你會 被孩子這樣子的事情 搞到非常的焦慮 然後心情非常的難 我後來還是去道歉 哭著道歉 對 因為我很委屈 我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道歉 那阿公怎麼說 我就是到他面前 我就說阿公對不起 我不應該從你的手中 把小孩抱走 我真的沒有搶 我沒有要跟你搶小孩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 他不要一直哭鬧 阿公怎麼說 阿公說 你也不行這樣 不行這樣用唱歌 就是他還是針對 搶這件事情很執著 即使我道了歉 他還是覺得這樣 好 我們等一下 來 先休息一下